台湾的流行音乐非常厉害 在亚洲占有一席之地 最近有一个流行音乐特展 记录他们从1908年到现在的转变 导演侯继然还拍了一系列的影片 让资深音乐人回溯他们的风华岁月 台湾资深音乐人林冲 他在现场看到自己的作品 还开心地高歌一曲 用钻石一首歌红遍全亚洲 即将迈入80岁的林冲 是60年代亚洲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 文化局收集当年表演的海报以及照片 让观众回味当时的辉煌年代 我看到有这样的机会 能展示以前的收藏的珍贵的资料 我心里面受不受的开心 台北市文化局举行流行音乐特展 除了搜集历年专辑 记录流行音乐从1908年到现在的转变 还展出传统的唱片机 让大家回味以前的经典时刻 导演侯继然还拍了一系列的影片 让资深音乐人亲口说出他们的故事 祥生西餐厅是民歌的根据地 赵树海在那边排班他是老爸 很多资深音乐人他的经验非常宝贵 那必须要在他还能够清楚地讲 跟讲得很生动的时候 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我们就先做口述历史 我想其实软性的娱乐产业 其实很需要就是当事人 自身的感性经验 也就是说每一个艺人 每一个经营者 每一个媒体人 其实他看待流行音乐 带给他的回忆 跟他亲身参与的现场 都是别人没办法取代的 这些开创华语流行音乐的先锋 要带给观众一场又一场的美好回忆 也为台湾音乐奠定下最深厚的基础 对比对视频的反应ídula 和平均有关预定下最深厚的坏本 也无关 grant真正厚的 都在岸面乐奠定下最深厚的